作为团队的核心,一个射手最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自己能存活下来。 在众多装备中,贤者庇护无疑是保命能力最强的装备,这让射手们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 这无疑大大的提高了射手的容错率。 但除了贤者庇护,其他装备明显就不是那么契合射手位置的英雄了。 在这个版本,后裔、黄忠、敌人杰等射手英雄的常规出装一般是 攻速鞋闪电敌手无尽战刃气血之刃破小贤者庇护。 在经济一出的大后期,两次复活甲消耗掉后,很多小伙伴就会迷茫了起来。 如果是把复活甲换成防御装,无论是魔女斗篷,还是不祥征兆好像都不够保险。 而明刀的特效,对射手英雄又大打折扣。 在这里mini给大家推荐一种纯净苍雄流的射手玩法。 试验英雄后裔。 分裂剑可以触发攻击特效,还能吸血,这赋予了后裔多样性的出装。 在这里mini很想问问一件一直很不明白的事情。 在对面多肉阵容的情况下,为啥很多后裔还是不出漠视? 第一套是顺风局出装。 中期做出逐日之工,让后裔在顺风局输出能力,会强上一大截。 很多玩家可能觉得逐日之工的作用,就是那150码的输出距离。 可mini觉得,开启逐日之工5秒内,增加40%移动速度。 在顺风局才是至关重要的。 第二套是敌方多肉阵容时的出装。 在敌方有类似连波、白旗、牛膜之类的硬墙突进行硬肉式,这套出装的输出能力,要比电刀流的后裔墙上一倍不止。 首先墨士在打肉的能力上毋庸置疑,而且后裔一技能的分裂剑,也是可以触发墨士。 当敌方两三个肉在人群中翻滚的时候,后裔的就不会因为分裂剑的伤害不够而节节败退。 墨士之刃10%的吸血,加上萃取名文。 这要比一件气血之刃的吸血能力还要强。 这大大的延缓了后裔前中期对吸血能力的需求。 这种阵容到了后期,mini建议一定要记得出一件纯净苍穹。 如果要买复活甲,哪怕把气血之刃卖掉,也不能卖纯净苍穹。 因为后裔在坦克进场的情况下,如果敌方刺客跟上输出,可以瞬间蒸发后裔的血条。 而纯净苍穹的1.5秒免伤,可以让敌方刺客的输出减少一半。 只要在敌方一轮控制中存活下来。 开启1技能的后裔两秒钟,就可以让敌方所有进场坦克变成残血。 第三套是敌方刺客阵容出装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,玩后一时,面对开大招的凯只能选择撤退。 面对上官婉儿、司马懿、蓝灵王、阿可等刺客时,总有一股杂剑手机的冲动。 在敌方刺客强势时,第一剑出纯净苍穹最最最强大的效果,就是不会让后裔成为几方队伍的软肋。 其次,后裔的1技能分裂剑,可以完美触发纯净苍穹的70点额外伤害。 在特定的情况下,纯净苍穹的额外伤害,比闪电匕首的几率触发,还要高一倍不止。 避论纯净苍穹还有那150的减伤。 相对比之下,闪电匕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,大概也就是那8%的移动速度,和5%暴击了。 试验英雄黄中。 后期开启大招的瞬间增加360点双抗,2技能虎盾可以抵挡进铅的伤害。 在这种情况下,牛膜、白起之类的前排肉盾,必然会上来抗伤害,企图为队友创造突进空间。 在这里Mini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练习一下点头下攻击。 当敌方坦克战士突进的时候,黄中可以开启纯净苍穹硬抗这一波伤害。 而对面的射手法师只要赶进圈,黄中的大炮两下就可以送他们回泉水。 而且由于黄中的伤害极其高,气血之刃的收益,比后一指高不低。 说到这里,相信很多小伙伴会觉得,钟葵这英雄就是黄中的克星。 Mini觉得吧,这得看段位。 如果是在高段位,敌方选黄中宁可拿嬴政、牛膜、白起。 千万千万不要考虑选择钟葵。 到了高端局,玩家的反应基本上都不满。 钟葵的钩子,是比黄中的射程要短的。 而且钟葵上前时,队友们必然也会跟进。 此时如果钟葵的钩子,被黄中一个闪现躲掉。 那就意味着一波团灭即将到来。 试验英雄敌人杰。 和后一一样,面对敌方刺客强势时,可以提早做出纯净苍穹,来增加保命能力。 面对敌方多肉多空时,出了默示之后,如果指出无间和破晓,敌人杰的暴击几率,就显得有些疲软。 这会导致敌人杰打刺客或者射手时的瞬间爆发降低。 在这种情况下,后期补上一件纯净苍穹分加存活几率和输出能力,是非常有必要的。